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商人要這麼多流氓幹什麼 原來商人一直都有製造兵器 法之所在, 你殺了人, 就是犯了犯人 就算是我師父, 也要把你緝辣歸我 其實我不是你師父 是你親身大哥, 我叫霍正 在人情上, 霍正的確是情有可遇 但是法理上了不是, 你身為執法者 如果不依法辦事, 只要天下大便 來, 大家吃飯 吃飯 哥, 難得回來一定要多吃一點 幹什麼?你怪爹瞞著你這麼久? 是, 怎麼會呢?雖然我不是你親生 但是這二十年來就當我是親生兒子 照顧 你和尤東永遠都是我鐵手的家人 我還是鐵右下, 沒什麼改變 來吧?你最喜歡吃的精肉餅 多吃一點 謝謝你 對了, 多吃點菜吧 別想太多了, 霍正始終是你親生哥哥 你怎麼捉得下手 但是殺人這麼大罪 而且哥哥這輩子又知法則法 若然這次放過了霍正 豈不是又是自己處事之盜 其實我也不知道該怎麼面對 我大哥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 他犯的罪只是把你壞人治罪 要不是官府無能, 重用壞人 你大哥又何必出手 沒有, 世上這麼多不公枉盤 多幾個霍正就好了 手背又是肉, 手掌又是肉 你穿我真的不知道怎麼選 不過無論你怎麼選也好 起碼也有我在你身邊支持你 我以為你有什麼意見給我 原來只有支持和你的 我以為有什麼意見給你 那倒是 我找人幫你大哥逃離京城 再不然我可以… 一人計短, 二人計長 三人就夠勢去打仗 我可以幫你們想辦法 怎麼樣, 回來探望你們三個爹 重點來看看你們 怎麼樣, 捉不下手 明知顧問 那個是鐵手唯一一個有血緣的親人 那是鐵手唯一一個人 你就是我, 一定親手抓他回來 你想想, 你大哥親手殺了蔡濤 就算你不去抓, 我不去抓 蔡經不會抓他嗎? 如果蔡經捉了他整人的尖皮拆骨 哪有好日子過 對呀 那你快幫你大哥 又這麼遠走這麼遠 這樣也不行 你知道蔡經一向想對付細叔 還想押解神武師 如果你放走了你大哥 到時候他常常大做文章 別說做捕快 以後你要什麼執行公義 你都不用再想了 還有, 沒了神武師之後 蔡經還不隻手遮天 到時候是神武大武城 天下蒼生塘炭 還會六月飛翔 這麼誇張? 終於說得對 在公在私 我都應該先祝大哥跪我 這樣就對了, 先抓他回來 你看看, 上次冷血都可以沒事 說不定這次也會沒事 巧兒 是 把東西拿到房間裡 是的, 娘娘 等等 我想留下我替王爺選的雞血石 我想讓他看看, 看看他喜不喜歡 只要是娘娘精挑細選 王爺一定很歡喜 娘娘 王爺呢? 王爺在書房跟客人談重要事 他說所有人都不能去打擾 什麼客人那麼重要? 是大連文的寧公子 寧小君? 王爺這麼急叫我來, 是不是有什麼事? 我昨天在茶馬道禮行巡查的時候 無意中發現 你們大連盟所運的貨物當中 有這些東西在裡面 我明白 不錯, 我們去運劉磺 那有什麼問題? 問題就大了 運送劉磺 沒有朝廷魄師所發的公憑 那豈不是走私? 況且劉磺用來做火藥 雙爺要這麼多劉磺做什麼? 沒錯, 這些劉磺確實可以用來做火藥 但是也可以變成真金白銀 王爺 你的意思就是說 雙爺想變賣這些劉磺來逃離? 當然了 對了, 王爺 你覺得茶馬道 有沒有什麼需要改善的地方? 如果有的話 小君可以代王爺你向尚爺請示 要求朝廷多撥些銀子給茶馬師 是就最好了 本王的意思就是說 茶馬道是和外族通商的 無論如何做得好好看看才行 這件事就包在小骨身上 好, 只要王爺繼續和尚爺好好合作 這樣就可以了 你放心 本王一定通力和尚爺合作 不過以後我們做事就要小心一點 絕對不可以有任何差池 是, 王爺 我收到消息 大連盟是利用茶馬道私運難過 當中可能涉及大連盟和王爺的不法勾當 蔡經推舉王爺, 掌管陳馬師 背後必有所同 我們一定要查清楚 蔡經是有什麼陰謀 我收到消息 大連盟的確有些貨物運進水 你們今晚就去查出貨物的客戶了 知道 是 稍時休息, 入黑行動 我走開走 來到邊城, 除了查案 還有什麼重要事做呢 來到邊城當然要找誰 那就是誰 誰 誰 煙熊 師兄 王爺不就是包庇大連盟私運難過 蔡經是廟利用王爺有什麼密謀 你別這麼緊張 我收到你的飛鴿傳書馬上趕來 剛剛到報, 還沒查到 師運流王已經是大罪 況且如果蔡經真的有什麼密謀 王爺會牽涉其中 試問我怎麼可以不擔心 蔡經一直推薦王爺掌管陳馬師 而他自己要利用棧道去偷運流王 肯定是處心積累, 早就有安排 蔡經的目的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如果這次王爺真的牽涉其中 他要讓人投落地 師兄, 你不是說替我留意蔡經嗎 煙熊, 你放心 在公在私, 我都會查明清楚 你別這麼擔心 來… 好 來… 剪開衣服 來… 你認真點行嗎?嚇死人了 我現在很努力地扮演他偷爛的苦力 買定離手… 四… 一…四… 一… 真可憐 這位新來的哥哥 似乎你和你的朋友手氣不太好 我們賺了錢, 辛苦來就冤枉去 對了, 大哥, 我聽說 大聯盟那裡有個貨棧運貨 出的價錢很高 你認識別人可否介紹我們去呢? 是好玩, 但怎麼能搬呢? 這裡什麼都要說關係 沒錢又沒人事 都很難搬到他們的貨 聽說你們運貨量很多 怎麼你們不等人用呢? 等的, 你們倆真的想賺他們錢嗎? 大聯盟早兩天 剛才射好大批貨在茶馬斯貨棧 你們可以打聽一下, 不過沒錢 就免錢吧 怎麼? 怎麼了? 我們來送貨的, 大爺 你去吧 等等 你們知道這幾天這個茶馬斯貨棧 是我們大聯盟專用的 你們要幫誰搬貨的?打開來看看 早點說了, 大爺不用我這麼辛苦 多點普通香料 在這裡 在這裡 你不是說流氓都藏在這堂牆後面嗎? 這麼大的味道真是蛇都死了 我們要盡快通知細宋 原來是兩位神捕大駕光臨 怎麼了?神捕虎沒口好吃嗎? 竟然要做小偷 沒口好吃也不只要吃流氓 不過我很想看看 到底做小偷大罪一點 還是私運流氓大罪一點吧? 我上 走 不追 這火比較重要 娘 巧兒 你這麼晚才回來 到底去了哪裡? 去了寺廟祈福拜神 不過今晚聽主持說佛計 聽到過了時辰都不知道 所以才這麼晚回來 是嗎? 你是聽主持說佛計 還是跟你師兄談什麼? 王爺 王爺, 你居然背著我和諸葛靖我師會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什麼身分? 我當然知道自己什麼身分 知道你又這麼做 你不但和他孤男寡女共處一室 而且…而且還有人看到你們有親密的舉動 王爺, 燕紅和師兄一向都以礙相待 王爺, 絕對不會做月鬼之事 你不用再騙我了 你和他以前的關係我很清楚 這幾乎是我的事 假的, 毫斷私連是真的 自從上次在拜劍山莊 上劍大會之後 你們一直都有聯絡 難怪你三番四次 要我幫他和神報師 原來你們之間有曖昧 原來王爺一直都懷疑燕紅 枉我做事事都以你為師 以我為師, 你又會這麼做? 我沒有做過月鬼之事 枉諸葛靖我自稱政治事 滿口人意道德 全部都是騙人的, 只因魏君子 王爺, 請你說話小心點 不要為師兄的稱譽 在這個時候你最畏懼那句話 好, 我就殺了你, 讓你們陰陽相隔 我太過往來無存了, 陪你 王爺, 大件事了 什麼事? 那怎麼辦? 到底發生什麼事? 人, 給我鎖住這個賤人 我遲些才跟他算帳 是, 王爺… 王爺 細叔, 我們這些茶碼師的貨棧裡 發現了一個暗室 裡面全都是硫磺 果然不出我們所料 大連盟和王爺的確有勾結 而且還用私運硫磺 我們還已經吩咐金文劍去查封貨棧 大連盟的手下也被我們抓住 聽後細叔的處置 最不划算是被零小骨跑掉 不過不要緊, 貨物在我們手上 零洛勢和零小骨這次一定跑不掉 你們做得相當好 我會去知會這裡的官府做善後 你們先看著貨棧 我們先看著貨棧 諸葛神侯, 救命 你們照吩咐去做 那我們先坐 小心 你快去救娘娘吧 娘娘被王爺困住了 相爺, 現在怎麼辦 神報師已經查到貨棧的事了 即是不用多久都會查到我身上 又不是了, 我可以王兄解釋清楚 王爺, 私運柳磺很小事 只要一文三不知 莊作藥無其事就行了 我說什麼都不知道, 真是會沒事嗎 是呀, 萬事還有我保住 王爺, 諸葛神侯求見 查到你了… 王爺, 你冷靜點 既然要依照吩咐去組 再聽過諸葛靖我怎麼說 我們再從長計議吧 王爺 諸葛神侯 這次我來的目的是… 神侯這次來, 你的目的是我知道 神侯請聽我解釋 其實這次這件事… 其實要解釋的應該是我 王爺, 你千萬不要誤會皇妃 這樣會影響你們之間的關係 神侯你這次來是為了嫣孔? 的確, 我和王爺是有過一段靜 不過, 這些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 這次我和她相約, 並非苟且之事 只不過王爺擔心 蔡相爺和大聯盟會利用你 才跟我商量 原來是這樣的 我真的誤會了愛妃 我知道了, 但王妃所擔憂的也是事實 大聯盟的確利用茶馬道 來做一些非法之事 貨棧藏有流紅的事 我真的存不知情, 我不知道 但的確又在你茶馬師的貨棧裡所發現 王爺, 你是難此其咎 你知不知道這樣會連累王妃嗎 我知道這件事追究在上來 我又失職之嫌 不過神侯, 你想想 如果本王爺有什麼事的話 那愛妃就沒有了夫君的依靠 我知道你還很關心燕紅 你也不想令他傷心, 是不是? 王爺, 你是想… 本王希望你念在燕紅份上 王爺, 貨棧有流紅的事 希望你不要追究 好, 王爺, 我知道你也是無心之失 貨棧的事就當沒發生過 你一定要答應我 以後你和王妃要夫妻和我 當然, 整件事是我誤會了愛妃的 神侯你放心, 本王知道怎麼做 我告辭 萬能… 王爺真是本事 三言兩語就逼得諸葛靖我和你妥協 簡直是大開眼計 這個諸葛靖我一向都自明清高 沒有, 其實到頭來都是普通人一個 一樣會殉屍 想不到諸葛靖我和娘娘有段這樣的往事 相爺, 現在諸葛靖我 他不追究劉王的事 即是他以後都不能置身事外 不如我們藉此拉攏他加盟 相爺, 你又多個幫忙 為什麼諸葛先生這麼朗味? 我也覺得有點問題 我也是 我們是大延鎮, 衙門暴快 神保師這麼多位辛苦你們了 這裡交給我們 交給你們? 這裡是我們神保師破的 沒有諸葛先生的命令 沒有人可以接管 是諸葛大人派我們來的 那這裡暫時交給你們了 千萬別有任何差事 要這樣傷害你見面實在逼不得已 請師兄你不要見怪 令王爺誤會我知道是我的錯 幸好王爺也明白事理 看見你沒事, 我也會安心 我們自有青梅竹馬, 一起習武 真是想不到 今天我們要隔著屏風見面 我知道王爺肯放回我 對我的誤會兵釋 全靠你用貨棧的事換回來 你這麼難得才找到大聯盟 和蔡經的痛腳 但就是因為我而錯過 我答應過 一定要幫你解決王爺的事 現在總算圓滿結束, 值得的 這麼多年來, 師兄你也這麼照顧我 我記得小時候 爹和我們兩個一起練字 我毫不肯練, 走了 回來的時候 就拿了你的字當是我自己的 結果被爹識穿了 你就說是你自願替我替槍 還被爹打了一頓 我記得當時你也是說這三個字 值得的 只是小事一宗 而且時隔這麼久, 我也忘記了 就算是一宗小事, 值得記的 我也會記得 師兄 謝謝你 師兄 謝謝你 細叔 細叔, 終於被我找到你了 找得我這麼急, 所謂何時 你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 是你派衙門報快去接手貨棧 我們稍後回去, 劉王就不見了 既然劉王已經不逆而非 我們回去重場計議 有什麼你也跟王爺計好了 昨天我看到巧兒來找你 然後你派人拿著令牌去查馬斯貨棧 接管一切 剛才王爺跟你說了多謝 一定是求你放過王爺 罪名, 冷血是你不生氣的嗎 平日我們追隨的人本口供應 但是一有起事上來 就變成一個偽君子 罪名, 你確定那個令牌是真的嗎 劉王不見是你們的責任 想不到你為了得到王爺的信任 刺探蔡經的陰謀竟然兵行險著 要引蛇出動就要用適合的理 我叫冷血和追命去查酒師 最主要就是希望用貨棧 作為交運的條件 讓王爺以為我是一個可以拉攏的對象 那為何你找人通知家丁 讓他發現你和王妃師匯 氣得王爺要將王妃鎖起 神捕師是以正義為名的 如果貿貿然放王爺一馬 你說蔡經會會相信 所以我要利用煙雄做藉口 讓他們以為我是因為人情殉詩 算是好算 不過王妃就無端端被你利用了 我這樣做也是別無他法 其實我也覺得我是對不起師妹 你對不起的何止王妃一人 還有神捕師那些小孩 他們通通都認為你是出賣神捕師的 這次我的計劃是極之冒險 我不想牽連他們在其中 一定要他們產生誤會 你一個人忍辱負重 都是為了保護大家, 保護朝廷 但是我想大家不會明白 以後的日子, 我想你也不會好過 是值得的 諸葛先生, 蔡相爺現在要見你 相爺, 不知道甚麼方法 催你來神報復呢? 霍正殺人一案, 由神捕師負責緝捕 事隔多人未有所何 我今天就專程來看看有甚麼進展 此案全力進行中 甚麼?你看你的神捕虎 一個一個右右下限 那是全力進行中嗎? 相爺之所以這麼緊張 無非是我們私心 心急想幫兒子報仇 全國上下這麼多案子 看來相爺你也有派網了 大膽, 你這樣跟本相說話嗎? 丘德無禮 細叔 還不向雙爺賠罪? 雙爺, 剛才多多得罪 對了, 你適合我們, 你錯了 有鬼沒怪 我一定督促他們 盡快把霍正測難歸外 有你這句話, 那我就安心了, 走 還不出發? 是, 細叔 細叔 大熱天使, 還要我們出去連訪問 細叔這麼怕蔡京做甚麼? 我問京城所有客棧都沒有貨證下落 難道他離開京城? 不會, 出入開封所有關卡都沒有消息 但是他為甚麼拼命抓你大哥才行? 我們現在要對付的是蔡京 我們上次這麼辛苦找流氓回來 細叔拿去給他師妹做純水人情 還有, 他這麼低聲下 跟蔡京說話幹甚麼? 我們上次已經放過他的兒子一馬 這次又… 究竟我當日立志要跟隨 公正言明的細叔去哪裡? 難道為了女人就會改變? 不會, 我相信他 細叔這麼做一定沒有原因 蔡京人, 你們別這麼多事 我也不相信細叔會這麼做, 只不過… 無謂胡思亂想 我們現在有做的人 就是盡快找到霍正的客人 分堂試吧 麻煩你 是 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沒見過 謝謝你 不用 好 居然發現了我, 身手不錯 大哥, 跟我回去 你連大哥也不放過 你是我的大哥, 也是殺人重返 我一步快就要抓你 好, 能夠大二滅親 把靖兒放在第一位 不愧我們霍家的子孫 不過我沒打算跟你回去神道師 大哥, 得罪 你現在想像不到 這裡就是當年鼎鼎大人的霍家莊 我們一家人就住在這裡 你意思是嗎?我在這裡出生? 你又破了你這樹 你小時候寫要我爬上樹 拆你給你吃 有一次我和你開玩笑 沒有責到給你 當年我們一家人 生活真的很開心 就因為成頂天, 我們什麼都沒有了 大哥, 不能怪成家 當年成家是被霍家滅門的 有罪之人是應該受到懲罰的 那無情呢? 無情當年只是一個沒捉碎的小朋友 他有什麼罪? 刀劍無雅 當年我只是一時錯手 是你親手傷害無情的? 有時候為了公義 少不免有人要犧牲 要怪就怪成頂天罪大惡極 惡及妻兒 當年成家究竟有沒有通販賣國 根本沒人知道 況且情節之事是由官府執行 執行私刑始終不妥 如果官府不執法 阿姨, 我平身所殺這麼多人 沒有一個不是罪我滔天 但官府偏偏就縱容這幫人 既然如此, 就由我看天行道 我投身神捕師 正是去整頓法紀, 依法辦事 像大勇一樣, 衙門遲早可以定他罪 你不用殺了他 那個大勇不是我殺的 不是你殺的 殺他的人全心想嫁禍給你 治理於死地 你知道什麼人要對付我嗎? 如果我沒猜錯的話 應該是蔡經為止報仇深切 找人蒙滅你 你這個人不僅清楚你言行舉動 就算連神捕師裡面的情況 都知道一清二楚 應該是你裡面的奸細 你也要認為 神捕師裡面有蔡經的內應? 我曾經被人伏擊, 應該是這個人所為 我一直冒著被人追捕 都冒險留去驚醒 希望找到這個人, 替你徒乎公道 大哥, 你叫我做大哥, 我很開心 如果你肯跟我一起 繼承爹的為止, 警惡情姦 我會更開心 對不起, 大哥 道不痛, 不相為貌 裡面記載了我這麼多年來所殺的人 沒有一個是歸死 沒有一個是我殺了 如果你看完之後, 改變主意的話 明天早上去城西五里亭 我去改變等你 我希望見到你 我找了大半天都找不到霍正下落 你呢? 跟你一樣, 沒什麼收穫 你大哥真厲害 經過我們神保師之力 兩番交手都找不到他 為了我大哥的事, 辛苦你們 其實最辛苦的那個應該是你 綽拿犯人是你的職責 但誰要捉那個就是你親生大哥 雖然你沒說 但我知道你的外心非常矛盾 不過自從他拜劍三張結識你之後 我所見的鐵手都是正直不安 我相信你一定不會動搖信使 一定要盡全力, 綽拿獲證 很感謝你這麼相信 你怎麼樣?我爹叫我回去探望他 我先走了 我們先埋伏在草叢死酒 等霍正一到就衝出為捕 對了, 為什麼不叫鐵手? 你不相信他? 霍正始終是他大哥 我不肯定他出不出手 記住, 待會出手 好, 盡量不要傷及霍正始終 什麼人?鹿鬼鬼祟祟 怎麼你們會在這裡? 我已經想追查你, 去到霍家莊 想不到被我見到鐵手 還被我聽到一切 我們不想傷害你 最好就是束手走勾 不要追 不要追 大哥 不要追 你們抓我回去的 和你一起去殺人 我不可以 但是 我真的不能說你錯 我本來應該抓你回去 因為無論如何都好 大哥, 被蔡天抓到你 但是 我真的做不到 大哥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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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手 不要說我知道你放了他 對不起 霍正在仇上走得不遠 立刻去追 不對… 你不要逼我,你也不要逼我 大家兄弟一場,我會弄成這樣 你是不是瘋了? 你身為暴快,竟然放走重犯 霍正滿受先緣,就算他是你大哥 你也不可以放走他 但是他殺的,全是罪行滔天,全是該死的 我對你真的很失望 我對你一樣的失望 你居然瞞著我,你埋伏我大哥 還用激光傷他 你已經沒辦法在神保斯做報快 給我收下他的令牌 暴情覺得對,我沒資格留在神保斯 你馬上押他回敬,明後發落 我們繼續追捕 你幹什麼? 我已經用牛毛斷拍金針打亂的血氣 你一運功就會馬上冒命 你是誰?你這樣做,對你有什麼好處? 我奉上爺之命,要抓拿你回去 替邵主人報仇 我認得你,上一次復經我的人就是你 你就是蔡經派在神保斯的奸使 沒錯,我知道神保斯的人 一舉來到五里亭,一定是為了抓你 所以我跟蹤到這裡,果然沒讓我猜錯 你開心得太早了 追命了,鐵修由你還是押回去? 你在哪裡? 我想一個人靜下 自然 武奇,救命啊 武奇,救命啊 武奇 武奇,救命啊 武奇,小心 走 大哥… 他沒事的,我只是打動他月威 我大哥死了 你怎麼說? 我說我大哥死了 我大哥,你為何要殺死我大哥 他當時想殺子 我真的打算封罪他幾個元位 沒想過要殺他 是呀,鐵手 無情是為了救我才出手 我大哥不是一個濫殺蒙古的人 他為何無緣無故想殺你 雖然他是你大哥 但是你對他認識有記仇 是你公報私仇 因為你知道是我大哥打傷你 令你雙腳殘廢,所以找機會放手 鐵手,二手,無情不是這種人 你說什麼? 我根本從來沒想過去殺他 你敢問你不怕我大哥? 沒錯 我知道當年是李大哥打傷的傷駕 是他領導我傷的殘廢 但我清楚自己有個破壞 我他跡責底緝罵他龜眼 中間絕對不會牽涉任何私人感情 現在說什麼都沒用 是你殺我大哥的 快點,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鐵手 我這麼難得 才認回我大哥 想不到他這麼快離開我 我連唯一的親人都沒有 鐵手 鐵手, 不如我幫你 安藏你大哥吧 我想在這裡多陪他一會兒 我小時候 我大哥最喜歡在這裡 摘你給我吃 鐵手, 我知道你現在很難過 但我也想弄清楚 你和無情之間的問題 據我了解 無情向你大哥所發的暗氣 全部都不是打他的要害 所以他的死是和無情無關的 事實擺在眼前 是無情殺死我大哥的 這件事也到此為止 你收回我的令牌 是我信師奉了我大哥 沒有資格再拿這個令牌 我立刻再做神報 我立刻再做神報 對不起, 細叔 諸葛先生, 不如你先回去吧 這件事稍後再說 你好好幫我照顧他 你好好幫我照顧他 就是剛mons想要沒有 到 slate 參與有電影 就 revolves 送他 給你 啞 到 你要 Already 諸葛 我要 去 要有多数静对它才看得 从相信 为何曾美中可感到 秒无尺度 为何曾不止可得